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是广汇谈房的第16期 本期节目呢,重点介绍一下买房之税 就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的一些税收问题 2020年呢,马上就到了 注定呢,2020年之前要报一大堆税的 2020年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因为1919年我们没赶上 2121年我们赶不上 那么唯一赶上的2020年是一个两个数字重结的这么一年 所以大家要倍加整息啊 文革华的房地产交易税呢,收取方式目前是这样的 任何一桩房地产买卖生意都要交税的 那么目前的税率计算方式呢,是20万以下1%抽取 20到200万,2% 200到300万,3% 300万以上5%的抽取 是分多少计算的啊 那么如果一个房子350万的 那么需要交的是多少呢 需要交的总金额是9万3千块 这些税收呢,有一些优惠措施 给大家今天重点讲一下优惠措施 税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 但是有些优惠措施呢,大家未必能够了解 今天就全盘地给大家讲一下啊 首次购房的 First Time Home Buyer Exception 首次购房的有一些优惠 税收的,关于税收的减免 具体什么措施呢? 大家都注意听啊 物业位置在BC省 加拿大公民或者居民身份 申请优惠之前呢 在BC省 申请优惠之前呢 在BC省住过满12个月 或者过去6年内呢 在BC省报过两年的税务记录 从来没有在世界上 其他国家买过任何房子 从来没有申请过首次购房优惠 减免 房屋物业呢 是首要住房 首先就是你的主要居住地 那么这种情况下 会有一定的优惠 就是税收的减免 这边指的房地产的交易税啊 称交价50万以下的全部减免 地财转让时呢 不用付 你的律师不会收取你这笔钱 称交价格50到52万5以下的部分减免 称交价格52万5以上的不减免 没有优惠 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啊 部分减免到底减免多少呢 可以问你的律师 或者是你的会计啊 这个与地产经济不相关 专业的是专业的人做 新房的购买也有优惠之说 新房的购买 也就是说你买一个 从没有过过户的 这么一个开发商的楼花 交房的时候的这种交易税 也有一些税收的优惠减免条件 具体条件呢 就是新房 房子的条件是必须满足以下几项 一新房 二加大公民或者居民身份 物业位置在BC省房屋物业要成为你的主要居住场所 你要买了在里面住 投资的不算 在物业成交后92天内搬进住宅 并且要在里面住满一年 其优惠减免的计算方法呢是这样的 75万以下全免 75万到80万呢 以下呢 为部分减免 80万以上没有减免 大家都知道这个数字了啊 具体 谁来负责给你减免 什么时候开始 货户的时候 在律师 在签字 要问律师 律师会给你支招 也可以咨询你的会计 会计也会给你支招 这个与经纪人 没有关系了啊 专业的事 专业的人去做 刚才说过了 家庭购房减免 如果买卖双方 经历支系亲属 或者配偶 支系亲属就指到父母 兄弟姊妹不算 或者是夫妻俩 在转让的时候 是无需交纳房产转让税的 这个条件就是 支系亲属或者配偶 兄弟姊妹 外甥 外甥女不算 必须是住宅的 商业的不算 加拿大公民或者居民身份 双方都需要有 无信托身份 在转让之前呢 双方有一方 使用该物业 作为首要居住场所 至少六个月以上 至少半年以上 满足这些条件 就可以不收转让税 这个主要是父母转让 或者配偶转让 大部分人都会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讲一下 这个海外买家税 海外买家税呢 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是提到了20%收取 这20%呢 是从2018年的 2月20号开始的 是收取了20% 在2016年的8月2号 到2018年的2月19号 是按照15%收取的 NDP上台之后呢 比较招数更狠一点 也就是刀刀见血 把外国买家进一步挡制门外 税收提高到了20% 外国身份 购买大湾地区住宅物业的 外国买家如果满足以下条件 就必须交纳这个20% 一 外国身份 二 购买大湾地区的住宅用物业 商业不算 涵盖地区呢 是在BC省的主要城市 主要城市包括菲萨河谷 Capital Regional District Corea地区 南南茂尔地区和 奥克纳根地区都包含在内 当然大湾地区也包含在内了 如果一栋房子是100万的话 那么除了本来该交的地产转让税 那么还要多交 成交价的20% 作为Additional Property Tax 那么也就是说 100万的公寓 你要多交20万的外籍买家税 当然正常的土地转让税还是要交的 当然在2017年3月份 BC省政府也出台了一些优惠豁免条件 针对这个20%的外籍买家税 第一 只有公签身份 通过BC省省提名 也就是P&P提名的 或者在物业称交以后 一年内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也就是获得PR卡 或者是加拿大公民身份的 第二 在物业称交后 92天内搬进物业 并作为首要住房住满一年 因为这满家税 在过户的时候就要交的 那么你获得了以上身份 或满足了定条件之后 在物业称交之后的18个月之内 是可以申请退款的 过期作废 但是交容易 退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政府拿进去的钱 再吐出来是不情愿的 它可能会补各种材料 就折腾你 然后是GST GST我们在买房的时候 二手房是没有的 从来没有人买过的新房是有GST的 GST是什么意思 Goose and Service Tax 就商品及服务税 这个是全国的 也可以简称联邦税 一般来说加拿大范围内 都需要交这5%的GST 二手房没有 新房子需要交的 没有人买过的新房 在挂牌的时候 挂牌价往往不包含GST的 个别开发商会声明含GST在内 也就是说开发商有可能替你交这个GST New House and Rebate 即使是全新的房子也有GST减免的政策 什么条件下符合于GST的减免呢 全新住宅用途的物业 必须是住宅用途的物业 而且是作为你的主要居住场所 或者是你的亲属的主要居住场所 都可以 这里的亲属指的是直系亲属 但是这个退这GST房价也是有限制的 称交价35万以下的 将获得GST的36%的减免 称交价35万到40万以下的 为部分减免 称交价45万没有减免 购买的新房容易出租 那么也有一些政策 再看一下 全新住宅用途的物业 全新住宅用途的物业 那么用于作为长租 长租如果满一年以上 就作为出租物业对待 这个也有对GST的有一点减免 减免我们看一下具体减免的数字 35万以下获得36%的最高减免额度 35万到45万以下为部分减免 45万以上无减免 这个跟刚才那个资助的 同样的减免比例 这两项GST的rebit 并没有要求是加拿大身份 所以外国身份的 均可以受到这种优惠 再提一下刚才的36%的优惠 是指到GST那一部分 并不是整个房价的 但是45万以下能买 大温地区能买到什么样的公寓呢 新公寓 据我所知主要热点地区 像Bernabee Richmond 温哥华 45万以下的新房已经消灭掉了 也就是说 受惠的人数量是极其极其有限的 远处会可以 什么Appsport 什么Mission 都会有部分人受益 今天的话题 我们就讲到这 关于这个税收的问题呢 加拿大国税局的网站为主 不再进一步的展述 只是给大家一个友情提示 买卖需求的可以找我 这是我的本行 本期话题结束 做一个本事实用的 做一个本事实用的 开迹